目前現在這個現象影音 這個版本是有問題的 是沒辦法正常連線的 異常 然後呢 我再回首頁 然後現在是Wi-Fi有連接的 但是沒辦法用 那我們看一下版本別 現在這個版本別是 要去哪裡看啊 看一下關羽 然後 這個資訊 目前這邊是 原體版本是4.4 好 然後 網頁的圖資 圖資是20.25 好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先更新一下 然後我已經上網去下載了 檔案 我們做一下更新 再進去 然後現在還正在連接 好 我們要更新了 就開始更新 那先讓它開始跑囉 好 好 剛剛跑完了齁 大概跑了快10分鐘 然後要跑兩次 現在更新系統 再更新肚子 然後肚子現在更新完了 不然決定 哇 槍反應沒有很靈敏喔 喔 有啦 跑得很慢耶 好像更新完跑得很慢 這個是 好事還是壞事 感覺系統跑得很慢 好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APP 怎麼變成網頁呢 怎麼變成網頁 這個可能還要研究一下 好 我們等一下再看看 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是網頁呢 怎麼會是網頁呢 各位好 剛剛我更新完了齁 這個東西真的有點問題齁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版本齁 剛剛是4.4嘛 現在呢 是4.6 好 那我們會上一頁 那4.6呢 真的很慘齁 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現在的線上已經版本齁 已經爛到 就更新完幾乎 我覺得應該沒有用途了啦 就像剛剛看到的網頁 它只能支援YouTube的網頁的播放 好 再來呢 它不能快轉 不能登錄或什麼東西 什麼全螢幕這些都不支援齁 然後留言什麼都沒有齁 好 我們點進去了 好 點進去以後就是一個網頁 然後你這邊可以輸入一個流行音樂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點了咧 沒有辦法登錄你的帳號齁 所以你不能用你的 常常播的音樂什麼東西都不行 假設你有買那個YouTube的帳號進來 你也沒辦法享受那個免廣告的 你現在點加入點這一個 好 然後它就開了一個網頁 而且這不是全畫面齁 然後就是一個可以播 然後如果假設重新整理它就重新整理 然後就播一個音樂或怎樣這樣子好了 然後有點卡也沒有很順 真的是刷我三關的 好 你看喔 很奇怪 我現在都不能快轉 什麼都不能快轉 這是上頁下頁 這是重整而已 就網頁重整 上頁就回上個網路 所以我覺得大家這個方法可以不用更新的啦 用大家之前我當然比較麻煩的越獄方式 可是這越獄也沒有多少人可以做 我覺得大家可以準備去改外場的 像我這邊直接自己越獄看 你看好 等一下讓它跑一下 因為我覺得現在好像有點慢 就是慢 放飛頭腦四尺飛羊朋友們好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三峽大壩會不會改變地球環境 有的朋友聽到這個標題可能會覺得很驚悚 說三峽大壩能夠改變中國的環境還差不多 說改變地球的環境還很誇張的 正常情況下是要選畫面 我不用這個比較方便 我用這條比較方便 我之前都可以留言什麼的 然後我可以選我要看我要看什麼東西 重新整理 登入我自己的帳號 然後看網路也都可以 所以這個呢 建議大家可以不用更新的 也不用浪費時間回原廠更新的 分享給大家 這個訊息 這個 大家看能不能再去COPP一下 因為我覺得剛剛它這邊也提到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好 我回首頁 APP 線上影音 而且它不能背景播放 很側啊 不能背景播放 我那個都還可以背景播放 然後 它這邊講 因為串流影音平台改版的升級 無法觀看 或部分功能無法支援 屬平台的服務行為 非本機的阻斷行為 所以我覺得它用這一點呢 是故意要 故意要脫離那個 可能 它這個東西如果不能看了 也不是它的問題的 所以這個呢 就是大家 自己想一下吧 看是不是要裝外場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的影音功能 基本上就是一個廢物了 分享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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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